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我是黄德勤 昨天天气方面不错 阳光充沛 下午天气都挺热 我们预计今天和未来一两天 天色方面都差不多 都是一个大致天晴 下午天气炎热的情况 要到下星期中后期开始 云量会多一点 还有会有机会有点雨 看看今早早华南岛方面的能见度 曾经下降到2000米左右 从平洲方面看出去 都见到远处 海上有点比较低的云 预计今天日间方面 都是一早有万会有无 顺便也提提駕駛船舌的朋友 与深海上的航行 今早国区的气温分布方面 整体上是介绍20度到23度左右 卫星困图上面都可以见到 由于华南上空有一个反气船 看到广东元朗一大云量 都是一个比较偏少的情况 我们预计今天日间方面 都会长时间见到阳光 详细的天气预测方面 就是大智天晴 早晚元朗有霧 下午天气炎热 预计最高气温会上升至29度左右 风方面吹出轻微至和换 冬至东南风 转过去看云量的天气预报图 可以记得到 未来两三天 华南元朗来说的云量 都是一个比较偏少的情况 预计都会见到阳光 到天气展望方面 复活节余下的时间 都是继续大智天晴 下午天气炎热 而去到随后几日 看到云量方面 就会逐渐多一点 还有会有机会有雨 天气报告说到这里 拜拜